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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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最后一天 有媒体爆料李小璐与PG1 两人约饭后一同返回PG1家 并彻夜未出 李小璐亲密玩手PG1 两人看似十分亲密 那时正在直播的贾奶量却说老婆弄头发去了 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分享 在相关阅读Trains回应整容 自信称依然很红网 亦娱乐1月4日报道 今日 网上爆出一段视频 Trains合体参与某综艺节目录制 不仅捏鼻搓脸回应没整容 还暗放流行语团不团结 视频中 Trains在面对35岁 还出来唱少女歌曲是不是不妥的质疑时 直居发表讲解粤语 狂捏脸颊正式没有整容 还自称依然很红我们的歌 谁都会唱 不仅正面回应整容 被问到如何看待SNH48这种大型女团 是否也想过加一些新人入团时 Trains非常直接的对回多少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团结 疑似暗示如今的女团内部矛盾激烈 缺乏团结 至于被问合体是不是为挣钱 Trains则断定表示我们是一体的 粉丝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回答相当犀利 本文 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陈凯 NK4686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周海妹带着好奇出发 才能遇见更多可能性 网易娱乐1月4日报道 在我们卓制的许多赢品侠女中 她们塑造的角色形象 巾帼不让虚美 尽力果敢 令人印象深刻 而演员周海妹 用她内独特的气质与生动的演技 塑造着一个个无法复制的赢品武侠经典角色 因受父亲的影响 周海妹自幼就喜欢看一些豪气 刚强的正能量功 副电影 耳濡目染的缘故 也让她从小就有了个武侠梦 而后来更是走上了拍功夫片之路 早期 与郑少秋 任达花合作爱国动作剧《杜新古》时 在导演徐晓明的要求下 周海妹每天凌晨5点 就会到公园向武行师傅学习功夫 从最基本的动作扎马步学起 到后来的武刀弄剑 在正式拍摄时 她已经能够与三四人进行对打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因没用替身的缘故 受伤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家常便饭 但是敬业的周海妹 依然坚持自己上阵 已经掌握功夫基本要领的她 在《央门女将之军令如山》 《倚天屠龙记》等作品中的众多的打戏 包括吊着威亚飞来飞去 拿着关刀与对手过招等动作 都是她自己来完成的 因从小雨功夫的缘分 周海妹表达了内心 对功夫文化寄遇 得厚望和祝福 她认为的功夫是中华民族的名片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高 功夫电影也会越来越好 尤其像佛山这样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 通过功夫文化产业推动城市的发展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综合能力也会带动功夫电影的发展 两者和一达到相辅相成的结果 周海妹在谈到关于自己的规划时 表达了自己对因身体原因不能拍摄高 强了舞打戏的惋惜 但是即便不能亲自上阵 周海妹依然会怀着内心的渴望将所有的经历 当作是一种修行 然后带着心中对未知领域的好奇 继续出发去预见更多的可能 凭借活力的内心和健康的心态 无比的热爱生活与自由的周海妹 一直坚持做自己 尽情地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本文来源 网页娱乐 责任编辑 陈凯 NK4686 分享 在相关热读